我現在覺得超榮幸的 我站在鐵板燒的台前 準備料理 聽說要站在這邊 就花上五年時間才可以是不是 是的 不過今天料理很特別 是懷石料理碰上鐵板燒 超級不搭嘎的耶 怎麼弄 這個提味取材調味的動作 玫瑰鹽跟胡椒 這都是天然的東西 撒一點勾勒出肉味就對了 OK 所以提味取代調味 到底是什麼滋味 我們就實際試試看吧 千萬別小看師傅端出來的 這塊俗稱為腿三角的肉 每到Prime等級 這個部位吃起來 可是會組織粗糙 難以攪爛 肥嫩牛排放上鐵板 兩面焦香 還得經過6分鐘的場邊休息 也就是靜置瘋製過程 煎出來的牛排 才能鎖住飽飽肉汁 換到我要料理了 如果說這個肉 剛剛那個肉是幼幼班等級 聽說現在師傅 班出難度最高 這是什麼等級 應該是研究所的等級 研究所等級的肉 交給我的料理 真的可以嗎 我們來試試看囉 那樂眼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油雞 稍微開始Tiss我 還滿了 然後我們因為動作要快一點 怕肉會過手 我被催了 真的不是我才手忙腳亂 樂眼牛排由於厚度相對較薄 道理時間足足快了三倍 調快的時間內還得去筋去油 連我都不禁開始佩服起 眼前的師傅啦 這個筋的話 吃起來會影響到口感 所以我們會另外把它做一個乾煎 可是鐵板上有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不能試吃 不能在台前試吃 你的調味的話 要比一般在廚房裡面 更精準 這個檔 然後這個 我們用尾端的地方 你知道嗎 用拉的 讓那個刀 每一面都可以去使用到 可是後面 會讓你很接觸到鐵板 會讓你害怕吧 其實我們都是一回生二回熟 熟也熟了嗎 熟也熟了 這個我有把握 來囉 我現在去炒 充施了 一日鐵板燒師傅 除了得不怕燙 不怕油 選用的昂貴食材 學徒響鍊根本不可能 只得搬出平價等級 大概位置 抓出正確火候 這還會有差別的嗎 差別 對 差別在它的油花 其實它油花多的話 其實這個肉的導熱性 它其實會更快一點 對 因為它是油花分布比較密切 懷石對精緻的堅持 撞上求快求大氣的鐵板燒 激出了矛盾火花 反而強調出食材原味 鐵板燒師傅表面 從容自在底下 可是用時間換取的高經驗值